心灵丸岛 忙碌了一天 此刻你需要心灵的休息与沉淀 心灵丸岛是你心灵的加油站 为你加油 为你充电 宁如亲爱的朋友 平安喜乐 我们两个礼拜不见了 哇 时间过得好快哦 期中考结束了 面对考完试的成绩 或许你欢天喜地 或者是白感交集 但是呢 让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吧 我觉得人生的成败 真的不能用一场考试来定夺 说到这里呢 我突然想到有一则短文很幽默 它说明了 人生每个阶段的成功很不一样 比如说 四岁的时候的成功 是没有尿湿裤子 十二岁时的成功 是拥有一群好朋友 十七岁的成功呢 是考上了驾照 三十五岁的成功 是有了钱 五十岁的成功呢 是有了钱 七十五岁的成功 是仍然有一群好朋友 而八十岁的成功呢 是没有尿湿裤子 看了那个短文之后呢 我只想说 哎 人老了 所谓的成功 不过就跟四岁的小孩子一样 不要尿湿裤子呢 就已经是万幸了 对于胸怀有大志 想要有一番作为的年轻人来讲 好像是被泼冷水了 是不是说 我们都不必努力了 我们当然要努力啦 要努力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要把握每一天 好好活在当下 和家人朋友建立好的关系 然后运动 有健康的身体 这不也是一种成功吗 让我们一起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向着标杆直跑吧 快快乐乐地度过每一天的生活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 我很快乐 我很快乐 有喜乐 我做对了选择 我要大声 唱首歌 给你 给你最值得 你是我幸福的源头 也是我悲伤的触控 我的所有 都跟你说 都跟你说 你带我走出了坎坷 又带我到永留家河 让我经历 爱的风生 是你这一段路程 你做我一段路程 你做我也可得断 你是我永远的保证 我很快乐 我很快乐 有喜乐 我做对了选择 我要大声 唱首歌 给你 给你最值得 你最值得 难免生活 有些时差 你借我心中的油门 我需要你 每个时刻 你将苦涩变成甘甜 又将甘甜 做成甘鲜 你是真的 无所不能 是你这一段路程 你是我温暖的温 你是我幸福的繁卧 我很快乐 有喜乐 我做对了选择 我要大声 唱首歌 给你 你最值得 很动感的歌曲 我很快乐 送给亲爱的朋友 我是音如 今天呢 要和你分享的这个话题啊 叫做 谁是破少年 破少年 这个破呢 常用来形容 这个年轻族群呢 不运动 不耐操 我就想到 有一次呢 跟一群人呢 去爬山 而我是这群人当中 年纪最轻的 而当中年龄最大的 有72岁 我们这群人去爬山 我竟然是那个 走最后的那个 而且走得 气喘如牛 每走一步 我都觉得自己的魂魄 快要飞了 快要散去了 然后骨头都快被拆掉了 走得好累 好累 好累 我们最年长的是72岁的嘛 他就回头看我 因为他是走第一个 他真的太厉害了 身体很硬朗 很健康 他走第一个 他就走一走停下来 回头看我说 你还好吗 要不要我帮你拿包包 哇 他这句话一出来呢 我当场真的是很想要 找一个地洞钻进去 当时他就觉得自己 真是一个破少年 我也想到有一次 我们全家一起出去旅游 然后也是去爬山 清静大自然 那我爸爸呢 就看到我啊 也是一脸很惨白的样子 他就说你这个破少年 空有年轻的肉体 里面呢 却好像坏光光了 现在很多的人呢 花很多时间 坐在电脑前 不爱运动 也没有运动的习惯 又加上饮食不均衡 所以血压啦 血脂啊 胆裤唇的异常比例啦 在年轻的族群里面 就逐年的升高 我们是否空有年轻的 肉体 内在却是破少年呢 年轻人精神旺盛啊 身体自然 好像比较好 所以很多的问题 就容易被忽略 年轻的时候不注意 未来啊 就会成为很大的麻烦啊 比如说忽略吃早餐啦 饮食没有节制啦 熬夜啦 缺乏运动啦 这都会带给我们的身体 很多不良的影响 很盼望啊 我们在生活里面 可以落实 333的运动法则啊 每个礼拜呢 至少运动三次 每一次呢 运动30分钟 至少呢 持续三个月 虽然说健康 不能够代表一切 可是如果失去了健康 不也是人生 很大的损失吗 让我们拒绝当破少年 而要成为 有健康的好青年哦 亲爱的天父 求你帮助我们 使我们培养好的生活作息 有均衡的饮食 也有规律的运动 更是求你赐给我们 有一颗喜乐的心 让我们可以健康 快乐的 来面对我们 每一天的生活 我们要将生活里面 各样的挑战 交托仰望你 相信慈爱的神 你与我们同在 你会成为我们 随时的帮助 孩子这样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亲爱的朋友 今天应如和你分享的话题就是 谁是破少年 我相信呢 没有人想要当破少年哦 不知道你平常都从事 哪些的运动 让自己呢可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欢迎你进入心灵丸岛的Facebook 来分享吧 祝你平安咯 我们下回空中再见 拜拜 拜拜 伤明这一段旅程 你做我依靠的端 你是我永远的保证 我好快乐 游戏了 我做最的选择 我要打算 当首歌 给你一米最值得 我很快乐 游戏了 我做最的选择 我要打算 唱首歌 给你一米最值得 我做最好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